《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0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看拜登最新的对台湾 他因为阿富汗的局势的变化 现在中共不断的宣传台湾就是下一个阿富汗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拜登有一个最新表态 那么拜登的表态是什么呢 也就是中共求仁得仁了 因为这几天中共不断的宣称台湾就变成了阿富汗 那么中共的这个论调呢 他就迫使拜登把过去一贯宣称的对台战略模糊 也就是过去拜登称为对台战略 我们是搞战略模糊的 现在只能变成战略清晰了 也就是说拜登他不能不明确的告诉中共 台湾不是阿富汗 美国不会放弃台湾的利益 因为阿富汗呢 可以讲不管美国太多的事儿 美国在阿富汗本来驻军 它目的就是要消灭本拉登 消灭基地组织的 完成了铲除本拉登和铲除基地组织的这个恐怖主义集团以后 在阿富汗的任务实际上美国早就完成了 美国现在撤军都撤迟了 十年前就可以撤 所以说美国呢 他对阿富汗呢 他没有在意阿富汗跟美国捆绑了多大的利益 但是台湾就不同 台湾是涉及到美国核心利益的 因为台湾是美国亚太核心利益的前沿的第一个岛链 也就是这个岛链涉及到美国巨大的亚太核心利益 因此来讲 让美国放弃台湾是不可能的 如果中共敢动武台湾 美国呢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那么拜登这番讲话呢 他实际上是在8月18号 接受美国ABC电视台专访的时候 谈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影响 在主持人问及台湾的安全保卫问题上 拜登是这么回应的 也就是说 拜登明确就说到 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台湾 南韩和他的北约盟友的情形 从根本上来讲 跟阿富汗就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根据北约创始条约第五条做出过的承诺是不会改变的 任何国家 任何人企图对日本 南韩 台湾做出的任何挑衅的武力行动 美国都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这就是拜登呢 他根据美国呢 加入北约 在北约里面 当时的这个盟约里面的第五条 拜登呢再次做出承诺 并且呢 把日本 南韩 台湾呢 跟北约盟国呢 上升为同一个档次 也就是任何人 侵犯他们 任何国家侵犯他们 美国就像对待北约盟国一样 美国是会做出激烈反应的 这就从过去的拜登对台湾的表述呢 从战略模糊呢 现在变成了战略清晰 这是中共逼出来的 因为中共天天叫嚣着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下一个阿富汗 认为美国呢 会像放弃阿富汗一样 放弃台湾 也就是希望台湾你赶紧投墙吧 没有什么别的路了 你依靠美国 美国靠不住啊 美国在阿富汗投入了二十年 花了两三万亿美金 牺牲了几千个美军将士 最终什么 最终一走了之 而且是混乱不堪 所以说你台湾最后美国也会放弃你们 这是中共呢 他现在大量的官媒呢 不断的呢 就是提出这个论调 而这个论调对台湾岛内呢 很多人的人心有很大的影响 岛内有很多媒体 一些亲共的媒体 或者一些国民党里面那些亲共的人士 现在不断的就是唱衰台湾 认为台湾呢 不要靠美国了 靠美国靠不住啊 我们只能是靠共产党 我们现在还是向共产党投墙吧 也就是岛内的这种投降卖的这种呼声呢 在岛内呢 现在抬头 利用阿富汗的这件事呢 中共又在台湾呢 开始大打心理战 对台湾人的心理防线呢 不断的再次进攻 那么拜登的这番讲话呢 很多人认为是拜登在挺台湾 我不完全认为拜登呢 是在挺台湾 你可以理解拜登把过去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呢 现在改为这个战略清晰 也可以理解为拜登实际上是对中共喊话 讨价还价 因为历史上你可以看 所有民主党的总统 他们对中共讲话都讲得非常狠的 民主党的这些大佬们 包括南西普洛西 他们对中共喊话都是非常非常的痛恨的 对中共他们这个语言啊 都是可以讲叫鞭闭如理 相当的厉害 问题是行动上呢 行动上大部分都是勾兑的 民主党的总统 他们跟中共这么多年来 完全是表面上嘴巴上喊的好听 行动上完全是跟中共完全勾兑 和中共互相勾结 满足他们民主党的利益 满足他们民主党大佬家族们的利益 美国唯一这么二十多年来就出了一个总统川普 川普他倒没有像民主党总统讲对中共怎么打 川普反而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啊 但是这个朋友川普是挂在嘴巴上的 川普是用习近平是他的朋友这种好话来哄习近平 而正在打习近平的时候 打这个朋友的时候 川普这个手狠的狠啊 那么习近平是川普的朋友 而川普对他这个朋友打起来 你看川普马上给中国加了很高的关税 加了几次税 把中共加的就是喘不过气来 这是对他的朋友 然后撤销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他的直系亲属 可以到美国的入境签证 也就是共产党员你别来了 这是川普干的 这是他对他的朋友干的 完了以后 川普又把中国驻美国休斯顿的总领事馆都给你撤了 把共产党派到美国的共军军官唐娟这帮人全给你抓了 川普对他的朋友就是这样讲 嘴巴上是朋友但打起来 他可以量狠的狠 这都是川普对中共打击中共 他历历在目所有事情做到的 是他的具体行动 而拜登呢 拜登上台以后马把唐娟就放掉了 所以说你就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嘴巴上喊的好听不代表行动上有执行 而川普对中共所有的打击到今天 对中共的制约都是非常有效的 要不怎么美国这次复国务卿到天津去谈判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谈的第一件事就是说 立即取消共产党员和他们家属赴美签证的限制 也就是中共认为中美之间利益最大的事 首先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能够不受美国签证限制 能够顺利的到达美国 也就是党国他们最重要是保证他们私人的利益 保证他们高官的利益 现在美国这一条不让共产党员和他家属入境这一条 就直接把党国所有的人拦在美国国门之外了 那大量的这个财产已经转到你美国了 在美国购置的那么多高档房产怎么办 在美国包养的那些小三二奶怎么办 已经大量的把私生子财产都转到你美国去 最终变成什么 最终变成了共产党员不能去 而小三二奶在美国拿着共产党员的钱 开始在美国去包养小白脸 你把共产党这些高官都气疯了 所以说他们跟美国谈判的第一条核心利益 就是要开放共产党员和他的家属 马上可以到美国来 这才是川普打中了共产党 打中了共产党所有高官最重要的行动 而拜登呢 拜登马上就对他们开放了 唐娟不是给他们放掉了吗 不光放唐娟啊 所有跟唐娟一批抓捕的五个共军军官 全部在美国监狱里面的人 通通给拜登放掉了 你拿什么来证明拜登他实际上是反共的呢 当然了 拜登讲这个话呢 肯定还有一定作用 就是拜登他现在把这个战略模糊 改为战略清晰 至少是从外交场合上面 给了中共这个外交部战狼呢 一起耳光 也就是让你知道 美国绝对不把台湾认为是下一个阿富汗 美国是一定要保卫台湾的 你那个什么台湾就肯定是下一个阿富汗 要求台湾马上放弃投靠中共 投靠中共的中国的大外宣的这种论调 你就可以休矣了 因为美国人已经明确表态了 绝对不会放弃台湾 把台湾已经等同于北约盟国的这个地位 跟北约盟国一样 谁攻击台湾 那北约盟国马上要做出激烈反应 那中共在敢嘛 北约是美国为老大的 北约是军事集团 美国一旦参战所有北约盟国参战的话 那共产党还活得下去嘛 可以这样讲 北约不要说所有盟国参战 派出大量的这个北约盟国的军事部队 只要美国派无人机来就行了 你看看 如果无人机到了中南海上空 中共还哪有形成要打台湾呢 他自己能不能活得下来呢 但是中共绝对是利用阿富汗事件 利用塔利班这次掌握政权的事件 挑战国际社会 在国际社会找到他狼狈为奸的战友 也就是中共把塔利班视为小兄弟的 中共和塔利班標標準的就是狼狈为奸互相利用 因为华春莹现在都亲切的喊塔利班为阿塔 中共为什么要把塔利班当作自己的兄弟 把他称之为阿塔呢 是因为中共自民得以 他以为他控制了塔利班 就可以利用塔利班这个邪恶的恐怖组织 向美国叫板 而且可以让美国感觉到一种威胁 也就是他可以再次制造一次911 因为塔利班里面有很多恐怖分子是不要命的 这些人愿意跟美国人一起去死 就跟当年本拉登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的 里面的所有恐怖分子一样 他们最后就可以操纵飞机撞到美国的世贸大楼上面 然后用他们自己几个人生命 不掉美国人几千人的生命 也就是说塔利班里面这种恐怖分子 这种不要命的人 有的是中共就找到了塔利班这个炮灰 而且塔利班本身就是恐怖组织 本身就不要命 中共利用这个塔利班呢 可以叫板国际社会 利用塔利班反美 中共等于又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像金正恩这样的金山 既可以拖延国际社会 对中国因为扩散病毒 对中国马上要来的这个清算 同时又可以要挟美国 因为中共的官媒都已经放出了这个官媒的社论 说是美国在求中国 不然的话 美国就会担心再次发生911这样的一个威胁 也就是中共它的官媒都这样去说嘛 就是中共认为它才能制约塔利班 你美国现在在求中国 所以说呢 中共自民得以它控制了塔利班 你认为塔利班就心甘情愿被你控制吗 塔利班它不会愿意给中国控制作为大手 塔利班有他们自己的算办 因为阿富汗境内有大量的来自新疆的东突人士 这些所谓东突分子啊 他跟这个塔利班的关系好得很 塔利班优待这些东突分子 就是利用东突呢 对中共进行那个要挟 你中共如果拿人家塔利班不当回事 不给塔利班大量的送钱输血 不让塔利班躺在中国输送的银子上面 能够叫板世界的话 那么最终塔利班就跟你中共翻脸 塔利班跟你中共的翻脸 也就是塔利班 可以把他的整个势力渗透到中国新疆来 他跟新疆本身就这样吗 那么大量的所谓东突分子 在加入塔利班以后 甚至塔利班大局的进入整个新疆以后 在中国新疆就会制造 让中共头疼的不得了的 所谓东突势力 所谓江都势力 这样的话 也就是把整个新疆 变成了一个战火的战场 而且这些人随时可以撤到阿富汗 在阿富汗塔利班的这个帮助下 这些人没什么底线跟你共产党干嘛 因此到这时候共产党特别怕它助长了这个恐怖分子 最终恐怖分子把恐怖势力渗透到中国来 首先从新疆开始蔓延 最终不光是新疆已经燃起了恐怖战火 甚至波及到中国内陆 波及到中国大陆 所以这是塔利班能够列出共产党命门的 因此来讲塔利班就列出东突这个提管机 也就是有东突势力支持东突势力这一项 你中共就要不断地输血 不断地给钱 你不给钱 那么最终塔利班 它就会利用东突来渗透到你中国跟你共产党干 塔利班一旦跟你共产党干 共产党就是父辈受敌 也就是中共它实际上就是引狼入室嘛 很多人说塔利班不是恐怖分子 塔利班不算是恐怖分子 塔利班可以利用他们伊斯兰教的所谓合法 娶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就可以做妻子了 就是合法强奸嘛 这完全是未成年人嘛 十一岁他就可以娶她做妻子 但是他不允许任何成年的妇女 他的脸可以露到外面 也就是你说这都不算邪恶 那什么算是邪恶呢 塔利班口口声声是保护妇女受教育和他们工作的权利 但是塔利班到了喀布尔 马上就把街上那些女生因为没有把脸包起来 就在他们就地处决了 那么处决他的原因唯一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脸包起来 这个网上有好多段视频 只是这些视频太血腥 我不能发到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来 在目前情况下 国际社会现在都是在批评拜登的这个撤军的这个方法 撤军的方法完全不对 同时呢 国际社会呢 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加拿大呢 现在都愿意接受阿富汗的难民 他们现在把精力放在这个转移接受难民上 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上 因为阿富汗第一副总统沙利赫 沙利赫仍然在北方率领着所有阿富汗愿意抵抗的政府军 在跟塔利班干嘛 那美国为什么不支持呢 拜登到现在呢 是一句都没有讲 那么沙利赫又是什么人呢 很多人不了解沙利赫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沙利赫 阿富汗第一副总统沙利赫 他现在呢按照宪法规定 他已经可以行使代理总统的权限 因为总统死亡总统逃亡总统不能屡职的情况下 第一副总统顺位继承总统的职位 这是宪法所规定 那么沙利赫是个什么人呢 沙利赫其实很年轻 沙利赫1972年才出生 他刚刚成年的时候 他就成为北方联盟的战士 就跟塔利班作战 因为塔利班呢在1996年时候呢 就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只不过塔利班这种邪恶的政权呢 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呢 都是不承认的 到了911事件以后 塔利班因为他庇护本拉登和所有的基地组织的成员呢 遭到了美军严厉的打击 也就是美军来了以后 塔利班就分崩离析了 也就是塔利班就被美军呢 打到这个山洞里面去躲在沙漠躲在山林里面 塔利班基本上他的实力呢 就消耗了很多 美国呢在阿富汗呢 就建立了一个阿富汗的民选政权 那么沙利赫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是跟他的这个指挥官叫马苏德并肩作战 那么塔利班一直认为沙利赫是他的眼中钉 多次暗杀过这个沙利赫 只是呢没有成功 塔利班呢因为刺杀不到沙利赫 最终就把沙利赫的妹妹呢折磨至死 所以说呢 这个沙利赫呢 他坚决地抵抗塔利班 坚决地反击打击塔利班 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 沙利赫已经被马苏德呢 任命为统战国际联络处的负责人 911事件发生以后 沙利赫他领导呢 反塔利班的联合阵线的情报运动 他实际上是阿富汗 反塔利班的情报战线上的主要负责人 到了2004年 也就是阿富汗已经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这时候呢 沙利赫被时任总统叫卡尔扎伊呢 已经任命为阿富汗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他是多方跟美国交换情报的人 沙利赫呢 他跟前雷登部长阿特马尔呢 被视为阿富汗整个所有雷格部长里面 最有水平的两位部长 那么到了2005年 美国呢 当时一再要寻找就是本拉登和打击基地组织 对寻找本拉登 当时是美军他进驻阿富汗最首要的任务 而沙利赫作为阿富汗情报部门的最主要的负责人 他呢就是配合美军来寻找本拉登 他当时聘请了几名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呢 就完全渗透到巴基斯坦地区 渗透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所有跟本拉登和基地组织 有关的各种塔利班领导人渗入到他们的内部 然后最终呢就确定了好多个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 这些重要的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头领 他们最终被美国击毙和被美国抓获 通通有沙利赫提供的情报 通通有跟沙利赫的情报工作有绝对的关系 到了2006年沙利赫他得到的情报 已经能够表明就是准确的能够震察出 本拉登实际上就住在巴基斯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就是巴基斯坦的叫阿波塔巴德 而阿波塔巴德就是本拉登最终藏身之地 他藏身的那栋白色的三楼小楼最终是被美国士兵突击 然后斩杀了本拉登就在这座小楼里面 也就是发现这个小楼发现阿波塔巴德地区 把本拉登所有的行踪 最终把它定位到阿波塔巴德地区就是沙利赫的贡献 就是说沙利赫在领导阿富汗整个情报部门工作中 他的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那么最终呢他是通过民选被阿富汗民众呢 把他推陷为阿富汗第一副总统 那么成为第一副总统的他呢 是坚决捍卫阿富汗的民主和自由 保卫阿富汗来之不易的所取得的这个民主自由权利 现在塔利班卷土重来也就是塔利班攻占喀布尔以后 总统是立马就逃跑了这个总统是相当无耻 我相当看不起的 但是沙利赫他宣布他不跑 他仍然率领着北方军率领着北方抵抗的战士 目前来讲呢他仍然跟塔利班在作战 所以像沙利赫这样的人在阿富汗成为英雄 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我相信阿富汗有很多像沙利赫这种 顽强抵抗恐怖主义 抵抗卡利班的领导人物 也就是你美国现在没有支持嘛 国际社会没有支持嘛 不是说塔利班现在攻占了喀布尔 取得了政权以后 卡利班这个邪恶的势力 他这个恐怖主义 他就得到政权 他就可以非法推翻民主民选的政权了 阿富汗最年轻的一个女士长叫加法利 加法利就发表讲话 他就说他坚决不投降 他作等塔利班来杀掉像我一样的人 我不会离开我的家人 作为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 加法利曾经三度遭到塔利班对她的暗杀 而加法利从来就对塔利班对她的威胁 就是从来就不畏强暴 他本人访问过美国 他访问美国时候是受到了第一夫人梅拉利亚 和当时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接见的 阿富汗仍然有像加法律这种不畏强暴的女性 夫妻选民对他们赋予的责任 他跟这个副总统也就是第一副总统沙利和一样 他们不在这个塔利班的淫威下低头 他们不逃跑他们不退让他们坚决的抵抗 他们也就是希望国际社会来帮助他们 但是国际社会呢现在忙着呢就是接受难民 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去谈怎么去帮助这个抵抗力量 加拿大现在表示愿意接受两万个 澳洲表示愿意接受三千个阿富汗的难民 其实这些所谓的难民都应该什么 把他送到阿富汗北部加入临时总统 沙利和所领导的这个流亡政府 跟这个塔利班作战 因为塔利班都是窃取政权 国际社会为什么不支持沙利和不支持加法律 不支持这些抵抗力量反而就放弃了他们 而且现在很多国家在考虑是否能承认塔利班 跟塔利班之间现在在谈判 尤其是中共不断的在助长塔利班的嚣张企业嘛 而美国现在讲话已经非常地软 就是说是可以承认塔利班的政权 只是要求塔利班要遵守多少跟美国的约定 你觉得塔利班会遵守给你的约定吗 塔利班就是一个邪恶的组织 就是个恐怖的组织 他有一天在美国再次制造第二个911 这都谁都不能保证 尤其是中共在背后怂恿他 你觉得塔利班会跟你美国人说话算话吗 这就是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 也就是说在拜登领导下 美国政府他的这个管理水平是相当差 就更不要说建立在世界上面 国际老大的这个力量了 也就是美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国际话语权越来越少 通过这次阿富汗的撤军 拜登如此狼狈不堪 美国在国际上的这种形象是大打折扣的 也就是全球现在国际社会很少有支持 阿富汗的抵抗力量的 大部分现在跟塔利班变成眉来眼去了 尤其是中共不断的去推波助澜 所以说塔利班现在要武扬威啊 而且拜登现在对塔利班没有谴责 没有再说他是恐怖主义啊 拜登现在就是要求塔利班你要按照美国的要求来 你别影响我美国我把美国人撤掉就算了 至于你塔利班掌权 你只要跟我们美国约定好的事 你爱咋地咋地 把这个阿富汗的国家重新归到这个恐怖主义国家 重新归到伊斯兰的这个邪恶的国家 美国人不管 但是塔利班控制了这个政权 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伊斯兰教的 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 他能不进攻你美国吗 他们以反美为第一要务啊 而且他们反美的这种情绪 是共产党和他们之间互相勾结 他们狼狈为奸的结果嘛 所以说最终也就是养虎为患 拜登他这种对待塔利班的这种态度 最终就导致了塔利班有一天会在美国发起第二个911 尤其是有中共在背后助长嘛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谈一下最后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 我看到国家广电总局啊 突然发布了一个限级令 什么叫限级令呢 就是凡是拥有外国国际的所有的演艺人员呢 从现在开始不能接片 不能参加任何商业演出 以前演出的所有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各种商业全部要下架 这也就是广电总局对中国大量的这些演艺明星啊 他们本人全部加入到外国国籍 然后呢他们又回国圈钱回国割韭菜的行为呢 对他们进行限制 这条呢我觉得非常好 我真的是很赞成 也就是呢 过去呢共产党出台的任何政策呢 我们都是持反对批评的态度的 但是限级令我觉得很好 也就是这些明星啊 你们打着这个爱党爱国的旗号 然后你们把自己的国籍都改为了外国国籍 在国外早就移民 早就办理了所有的外国国籍以后 然后呢又赶紧回到中国呢 回到中国去圈钱 圈老百姓的钱 跟老百姓的韭菜 并且呢还要喊着爱党爱国 所以说这个限级令一出来以后呢 一下子中国这些绝大部分的脸明星呢 现在就断掉他们的财路了 很多人把这个限级令呢 是把他认为呢是跟吴亦凡挂钩的 因为吴亦凡呢本身就是加拿大籍 他呢在加拿大挣不到钱 但他回到中国呢在中国活跃的很 他本人呢这个演艺水平也很差 也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作品 但是呢有大量的粉丝 然后靠粉丝圈钱呢 吴亦凡出道仅仅几年 已经挣了二三十个亿 那么所以中共现在在打击吴亦凡的时候呢 现在就出台了这个限级令 这限级令一下子把中国大大小小的明星呢 全部限制住了 我是叫好的 因为这些所有的明星啊 基本上来讲他们都是外籍 而这些外籍的这些明星呢 他们放弃中国籍 他们在国外获得国外国籍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享受西方对他们的自由繁荣的保障 他们在国外买了豪宅 问题是他们在国外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这些人在国外做一个体面的生活的能力都没有 他们只能是回到中国来 因为离开了大坟坑他们就没有营养了吧 这些人纷纷是拿着外籍的身份 带着回到中国来参加中国的商业演出 在中国挣钱 现在广电总局限制另一出 所有的这些已经成为外国国籍的明星 他们就傻了眼了 当然了他们可以放弃外国国籍回中国呢 改回中国国籍这是他们的权利 因为中共是不承认两个国籍的 中共只承认单一国籍 那么所有的这些外籍明星就必须放弃外国国籍 改回中国国籍呢 这样你可以在中国继续拳钱 继续去商业 继续去获得影视各种影视合约 那么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这些明星呢 尤其是中国人的这些明星 他们已经入了外籍的 肯定会大量的放弃掉外籍 改回中国籍呢 因为不改回中国籍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拳钱 他们没有挣钱能力嘛 他们当年的移民只能讲白仪了 这些入籍外国的这些人 一旦放弃外国国籍 他们的损失也会很大 但是呢他们回到中国呢 只要在中国能够继续牵钱呢 他们认为这个损失呢 可以在中国呢补回来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 他们离开中国这个大坟坑 他们是没有任何营养的 他们在海外 他们想过一点体面的生活 他们是过不上的 他们在海外是没有丝毫挣钱能力 绝大部分入籍外籍的这些明星 当地国家的语言 他们是基本上一个字母也不会的 所以这些人只能回到中国来 那么注销到外国国籍以后 对他们有什么损失呢 我们就拿美国为例 也就是说你一旦你注销掉外国国籍以后 你是不存在还有什么绿卡了 除非这个人呢 过去一直是拿着绿卡 没有入过外国国籍 那么拿绿卡的这个人 你回到中国来参加商演的话 中共也会叫你放弃绿卡 因为你拿着绿卡 虽然你还是中国籍 但是你是美国永久公民嘛 你随时可以跑到国外去嘛 献吉林献吉林就是献你们这些 已经取到国外身份了 这种国外身份我觉得 不仅仅是国外国籍 很可能跟绿卡 跟永久公民也有关系 也就是你必须要注销掉你美国的国籍 注销掉你美国的绿卡 你没有绿卡 没有美国国籍以后 你在美国买的财产怎么办 你在美国办的各种保险 你在美国投资的证券 投资的店面 或者这些大量的在海外投资的资产 在你没有身份保护的情况下 这些资产很可能会蒙受重大损失 所以说呢一旦改回来呢 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这些明星呢 他不可能不改回来 因为我刚才说过不改回来的话 他们在中国就没有继续圈钱的能力了 而如果是改回来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因为你看到你所熟悉的中国演艺舞台上的 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 不管是名气大的还是名气小的 那些大大小小的明星 那些大V几乎99%是国外国籍 尤其是在网络上每天高叫的 怎么爱国的像高晓松这一类 高晓松最近党国对他批判 党国就是看不起他 他拿到美国国籍他天天回中国 他要爱国爱党 那么高晓松爱国爱党 你先把你的美国国籍放弃了 还有那个北美崔哥 他每天都在中国不断的鼓吹着要爱党爱国 他正和美国 你拿到美国的国籍你去正和美国你爱党爱国 你首先要把你国外的国籍放弃 你回到中国才可以你北美崔哥才可以接着商业的合同 而且你咒骂美国早就有人把北美崔哥举报到美国国家移民局 美国国家移民局早就在调查北美崔哥 也就是坐视了北美崔哥他反美的各种言论之后 那么轻的是取消他美国国籍驱逐出境重的他可能要在美国坐牢 也就是像这一类的活跃在网络上活跃在演艺界的这种美国身份美国国籍 但是打得爱党爱国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最近美国在不断的遣返很多侨领 那么像北美崔哥这样的人像高晓松这样的人 他们是逃不掉被美国打击的这个命运的 包括还有那个方舟子 方舟子你别看他动不动去以打到科学的名义 动不动揭发这个人动不动打击那个人 方舟子是按照党国的要求在帮党国办事啊 所以说他帮党国办事美国就能查得出来 美国就知道他吃里扒外 那么总有一天他会被美国进行打击 也就是轻则是吊销你的国旗驱逐出境 重则你在美国得复兴坐牢 所以说呢广电总局的献计令呢限制这些大小明星 我觉得这条做得好 也就是至少让这些打得爱党爱国旗号的人呢 你那些放弃掉你的外国旗回国爱党 不要再继续上演你那个什么离安爱国主义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